詞茹代 genres 冬東 艾武 非常高興會來這邊 應該不會害大家被狂烈 因為我們已經改成最小狂烈原則 正式演講的時候 是現在可以拿到 acham What's that 我想每兩天就快閃一次 我們巡政樂 Jam 是比較高風險地區 但是目前看起來應該算安全 所以我就今天這十分鐘就不太合照了 那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回答大家問題 大家如果掃了這個smile之後 還是要記得按讚 按讚的數量越高 越會考到上面 這樣我才知道說在這邊 大家感興趣的題目是哪些 有點像是即時投票這樣子 其實我們整套數位女主的想法 其實就是多投票對吧 就是高頻寬然後低延遲的投票 那這個是蠻低延遲的 就是即時要一按就附上來 那高頻寬也沒有錯 因為可以打很多字 那可以實在如果舉手的話 那舉手發文的有些順序是高過領域上的 大家注意到你們的麥克風嗎 我們的數位 麥克風數位就是很多位的意思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好像說 大家現在很多都是市民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我覺得我們沒有回答好 或者是覺得很想多說一些的話 我們也可以麻煩 就是提問的朋友 就是先做一些補充 如果OK的話這樣 好 那我們就第一問題 我們就要通過一下 我們就要通過一下 第十多特色的改法 是在保護網路地區的王國雄 是免疫遭受現場 有任何侵害 根據自由時報報導 瑞麗科的王國大學 發佈二零二年一段報告指出 就是他們為了很多專家 這些專家綜合評估 台灣受境外交訊息 最頻繁的國家 這個是一個執法的研究 那參與2019年的萬軍 那對此政府是不是有類似的計劃 在計劃裡面 訂跟推行效力上 是不是有其他的阻礙 那我就先大致回答 如果要追尾就來追尾這樣 那確實如果我們看 就是我們的NCC的 所謂的疏通法的話 那就是說通訊傳播法 那它這個版本的密法的想法 比起之前 因為我是2015年 就參加電子通訊傳播法的努力 那在當時電子通訊傳播法 他們主要是會容法裡面 最light touch就是 並沒有那麼強的管制 他要做的事情 主要是把我們線下的這些行為 有些可罰 有些不可罰 跟線上的行為 去做一個交接 所以並不是說 專門針對線上什麼行為 去克裕他額外的義務或責任 而且是說不要法官判的時候 因為線上的行為 法官可能不太熟悉 所以這個人就把它判成這種行為 另外一個人就把它判成那種行為 那這樣就會產生就是 判決不一致的情況 所以本來電子通訊傳播法 在25年的時候 其他算是這件事情主要了 那但是過了六七年之後 我們就面臨一個 完全不同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就是 你說Service Act 它想要解決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這樣的 就是說 如果我們完全是說 那線上的東西 不需要特別的去加以規範的話 那麼有些確實只有線上才用的東西 那就完全沒有辦法在實體裡面 去找到這個有意義的對應 而線上才用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呢 那在Service Act裡面 它就是有一個概念 就是所謂的Gainteam 就是說 有一些人 它會有一些實體 有一些團體等等 它變成是說 好像你不經過它 你就聯絡不到你想要聯絡的人 你不經過它 你就沒有辦法提供你想要提供個服務給其他人 那也就是說 它就是 當然是人生創新 它也會主張 它很創新 可是它透過各種各樣子的 不管是併購的方法 還是透過關於你的行為分析 以至於造成 一種強制的成癮性的那種方法 或者現在很多所謂的dark pattern 等等這種方式 然後就實質上面造成說 它就是一個 我們常常開玩笑說 這個我們在台灣 當然是一個民主政體了 但是你一旦登入Facebook 你就進入一個威權政體了 所以就是它實錄上面 讓你能夠獲得救濟 能夠獲得調節 就是在實體世界 你可以去找立場合 你可以去找議員 你可以去找立法委員 等等 那但是在Facebook上面 你可以 使用一些也能去找 這個情況 對吧 那所以它實質上是 就是降低了 就是我們在民主政體裡面 一些習慣的一些social norm 所以這個他們的目的是 要恢復這些 norm 所以我們在新的 就是社會衛生全國法 從NCC的角度看來 他們取了很多 立場Service App裡面 關於這樣子的想法 那他們之前 有沒有什麼其他所有 之前已經沒有辦法提出 這個很具體的草案的原因 就是因為 這不在他們的 mandate 本來NCC的組織發言人 沒有說他們可以公布 希望這個樣子 被不犯 所以後來他們就趁著 阻礙這個時機 因為他們有一些 不關不建立的 比較像是 通訊的一些補助輔導 等等的業務 要移到所謂 出的部 就是MOD 那所以 他們移出了一部分 他們就像說 那我加一部分 那加的就是 相當於 第四個Service Time 對於網際網路上面的平台 能夠去給出 這樣子的一些指引啊 或甚至 發錢啊等等的 這樣一些 mandate 那這些組織法的修正 之前是在立法院 雖然有通過 但是被服役 就是重新交付討論 那所以一直都沒有辦法公布 那不過 就在四月二十二號 也就是三天之前 那立法院對於這個 進行了再次的討論 那那個服役案 就沒有通過 所以第四就是 三途的版本 就是真的 那所以從 四月二十三號開始 理論上的CC 就比較能夠 如果真的是一筆算 那我未來要出 這件事情的這個角度 去進行這方面的討論 這樣子 所以是有類似的計畫 而且初衷是很類似的 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到問題 還是有沒有要接問 我覺得好 不好意思 我想再多了解 就是有關 就是Digital Service 這個部分就是 他對於就是Google 還有Fastbook 有一些就是 強迫性會就是 會促進他們去 就是針對就是 在社群媒體上面的安全性 然後就是再做加強 那不曉得就是NCC做的 這一個討論 是不是有同樣的效率 是 嗯 基本上 他的 就是Digital Service 他的想法 就是說 我們作為支禮者 就是歐盟裡面的 任務Future Station 那他本來就是 全力是集中的嘛 那集中的話 那當然在民主的政體裡面 就必須要對人民來負責 代理是要對人民 accounts 給出accounts 那我們行政要對代理是 給出accounts 那現在在太陽光 政府當潮之下 行政要直接給人民給出accounts等等 那所以這些都是當然的 那但是 這樣子的accountability 在剛剛講的這種實質 已經是 其實我都是把它想成co-government 然後共同指引著 實際上有治權 大概還沒有出權 那有治權 的這個實體 那這些實體 就你剛剛提到的 Rufus Group等等 他目前並沒有類似 一個民主政體的行政機關 所需要給出的那種accountability 事實上是少很多的 而尤其當他主要對 就是董事會負責 也就是對股東負責 而那個董事會負責 也就是某一位自然人的身後 那這個時候 根本是沒有什麼accountability 可言對吧 所以雖然像Facebook 他自己試著想要學 那個judicial branch 做了一個over cycle 可是那個只是 調節跟總裁的功能 他並沒有 就是類似我們去法院 背群的那種 Gate to account的那個功能 所以Gate 事實上是這種accountable的這種義務 那這種義務 當然就是我們自己說到 自己要做到 所以他不會 因為看起來是不會強迫 我們的行政部門 本來就必須負責那種義務 不是說 好像我們自己做不到 反而要業者去做 那但是在台灣 我們有過蠻多這樣子的例子 如果就是在08年來自選舉 slash公告裡面 基本上Facebook上面的政治性 跟社會性的廣告 大概都沒有被這些候選人寫進 他的政治獻金 就是不管來源跟花費 那而且裡面有很多 就是不是我們管家領域來的 就算在那些管家領域 好像沒有Facebook可以通 所以他們到底 偷偷哪裏去了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概念裡面 那我們就是 我們可以說 監察員做到這個 而且監察員做到 也不是他本來就有 而是民間呼籲 我們當時去領域的社群 很多人去監察員 大家知道怎麼會準呢 那我們當時 外在外面的時候 就說那你自己發佈 就最準了嘛 所以這個時候監察員 在人民發佈 第一次發佈的時候 那我們才取得這個 社群網 我取得這個 跟Facebook說 你看我們監察員 都在人民的 法權是這樣講的 就是在人民的 這個地案之下 就是最後不得不 不用藉口資料來公開 那你們至少就做到一樣 就是國外的人 不能捐政治獻金 那國外的人 不應該賠下這些廣告 國內人下的時候 他必須揭露到這個領域 我們很公平的 所以當時在2008年19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通過 相對說這個 這樣子的法案 但是因為Facebook 或其他人了解到說 其實他如果不簽這個 這個證明或者是 他如果實作的程度 不如我們監察員的話 那可能就是社群網 對吧 就是大家就抵制嘛 那而且抵制也不是亂講的 因為我們市場社會 可以用 那所以當時他們是可以說 台灣應該是首先的 一個Juice Diction 他們在這邊是使用 他們寫版的 就是後來在 當然美國大學裡 用到的 那一套 CV 也就是說跟我們的 這個狀態差不多 那當然 但後來Facebook裡面 有人爆料 就是他離職之後 爆料指出說 只有在公民社會 會搶到這種程度的地方 所以Facebook才 把它當面為事 那其他的話 基本上就沒有投入什麼資源 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也在別的一些 可能比較公民社會 比較沒有那麼強 或者比較沒有那麼 民主的Juice Diction 來就發生一些 很遺憾的事情 不過這不是今天 的主題對吧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是只是通過法 就可以要的東西 我們這個法 後面必須要 有一個強的射程中 這個射程中 必須是人情皆知 而且大家就會說 如果Facebook做到這個 那他就是公害 那公害呢 當然大家要離職吧 對吧 我們台灣就算 就是還沒有通過 比較嚴格的事 或什麼的法律 或防止忽然的法律 那只要被 就是要殺 報導 發現你事實上 就是公害了 那事實上大家都離職了 就是離職的程度 也高過法律 所以我想這是台灣 比起歐盟 很多歐盟議員來的時候 都特別問這一點 就是說 他們通過之後 靠發現靠什麼 可是 這些大平台 上面有很多 對他上映的這些user 這個 我們在 就是 官製邀品界 對不對 那個就是有上映的 就叫user 所以就是說 他們有很多user 那所以他們也可以 透過這種上映關係 去帶方向去 告訴他們的user 說 這種東西 其實是好像 像前置創新還是什麼的 那如果他的user 沒有覺得說 這是公害的話 那其實 這個管制力道 就會變得比較弱 他就會變成像 有一點名稱的失望 只能象徵性 發個幾塊錢 那樣子的情況 所以他們來的都是為 就是說我們怎麼建立這套 我們社會的 然後怎麼樣 確保說 這樣子的dark pattern 在台灣 就算我們還沒有通過 疏通法 但是第一個大家都知道 這是公害 以及第二個都覺得說 這是不可以 怎麼樣 輕輕放過的 這個部分 所以我想我們雙方 都可以向彼此學習的 希望看到這個問題 好 那有人要追問嗎 不先發問 如果沒有 我們就再往下 這slide上面也可以 好 這樣我們就來 兩位 在哪裡 好 在這邊 不好意思 問說 烏賴在戰爭裡面 利用科技跟社群媒體 展開一場場精彩的社會外交 那發貼文跟推特 可以說是信息帶的軍火 那 俄武戰爭 說明一個國家 要怎麼樣使用戰略透明 來達到外交政策目標 那 台灣從中最值得 學習的部分是什麼 以及 你們因為俄武戰爭 做出哪些 數位政策的調整 或者是 加強 這個 不要補充 這個問題嗎 都還好 OK 好 真的 果然大家 就是用詞 就是比較正確 我在外面 就是常常有人 就是都是寫成 武俄戰爭 然後 我回到他時候 都要先講述侵略者 放在前面 但是 他都是專業人士 所以 那就是俄武戰爭 但是 我覺得這個戰爭透明 他就是 最需要 我們需要 學習的地方 以前 以前很少這樣子 那 但是我們在 就是2018 2019 就是反制 就是 離領土統統大學的 那一次 教學新公司的時候 用了蠻類似的一個 一個概念 那就是所謂的 Notes and Public Notes 就是說 當我們發現 好比想說 2019年的時候 在台灣 有給我傳一個說 香港的 抗議的年輕人 他不是自發的 上街頭 而是 上一個警察 可以領20萬 還是多少錢 然後這個有誰 殺了警察 就拿去買iPhone 然後叫他弟弟 一起來上街 什麼之類的 我們有過那樣子的 一個 一次訊息戰 那 而且很有意思 就是這個訊息 在香港是傳不開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很荒謬嘛 但是在台灣是 比較有傳開的 但是 可以想像 就是說 因為當時大家都知道 大學這個題目 是最主要的題目 所以如果我們釋出 做任何配檔的話 那 顯然都會變成 一個大學的一個切入點 就是 言論自由 遭到減縮 之類之類 那但是 後來我們出列的方式 就不是這樣 就是 2019年的選機 我們都沒有做任何 administrative take down 就好像我們防疫 沒有lock down 是一樣的道理 那我們的做法 就真的是 public notice 就是透過 剛剛講到的 就是稍微 比較願意投入一點 行李在 Civic and Fiberty 上面的這些平台 確保說 大家在這個平台 上面分享 我剛剛講的這一則 假訊息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分享 但是 底下就會有一個 很明顯的 心語 算心語吧 因為沒有什麼 發作 提醒的一段話說 這件事情 按照我們 太陽視察的中心的 調查 這是中央政法委的 微博獨家贊助 之類 那所以就說 太陽視察你關不了 所以就是說 你每次轉的時候 你就是有一堆新的框 這個框就是說 這個訊息是 中央政法委長安檢 獨家贊助 那你如果按的話 那就會看到 就是真的 當時是最早就是 在長安檢的那個 微博帳號 出現了這則訊息 而且在意的很多 協力的朋友們 就是加了很多 加了變速的東西 都在市場中心的那個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這有兩個作用 首先就是 每個人都可以學到 怎麼樣來做這種 事實查核的工作 不是只有 大家的媒體的 new screen裡面的 那做事實查核小作 才做得到 所以它讓 新聞工作變得 民主化 就是大家都可以參與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先喊貨了 喊貨之後 因為當時還沒有大流行 還在 就是雖然兒子 但是就是碰到的人 還有現的那個情況 那所以 我們這樣子一喊貨 那看到的人 尤其是 就是看的人 他自己有做過 一點查核工作的話 那他立刻就取得抗體 就是他 就像mRNA一樣 但是雞蛋代不一樣 就是那個 輝瑞跟moder 那一定有要的運作方法 就是你腦裡裝了這個 假訊器 可是你不會咳嗽 也不會傳染 因為你有一個抗體 已經產生了 而且你碰到人 就可以說 這是常常見獨家贊助 那所以這個時候 那它就產生性 所以我覺得這 我們之前是在 剛剛講到 選舉的假訊器 那或者是 我們在疫情當中 也常常用這些 但是 我們比較沒有在 這種完全是 像地緣的 而且事實上是 在窩囊這一次 根本就是請問 機關散要得到的 的這些 他兒子根本還沒有 抗營還沒有 真的投放到民間 的情況下 那你等於就是 先拿到了他們 本來要投放的那些 就是mRNA序 但他們還沒有包床起來 那在那個時候 就搶先去投放 那等於是他投放的時間 比本來更早 那我們就發現 這個更早 還真的沒有用 因為他就直接 喊出來說 俄羅斯會在哪裡 哪裡去做 False Flag 俄羅斯 其實我也看 比較強的一個 創新 就是 大家可以用 摩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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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所以我們要接換到我的片段 等會一下 好 好 因為大家請 等一下就請回來 最後 終於不在意 好 OK 那 剛剛就是示範一下 新教育Sillings 是 是 是我也在聽 就是 等一下幾秒之內 就要有分 好 先回來 所以這一次Mover rumor的概念 就是說 我剛剛講到那個場合 是有實際做過查核 或者是有看那個查核 學習習慣的人 但是對於沒有這樣子 習慣的人 他還沒有看到查核的朋友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要把它包裝 那這個包裝在這一次烏克蘭也是非常有利的 有利到說 特別像說 我兩個禮拜 會回蛋池 跟我阿嬤這個聊天 那連我阿嬤都問說 這個 他看到說 有一個老太太在烏克蘭 就用一罐那個 黃瓜 還是什麼 煙黃瓜 就擠落了無人機 那個 那他說 這個是不是真的 快想學啊 這個 用煙黃瓜 來擠落無人機 然後我就跟阿嬤說 這個按照 這個按照 好像應該是延番茄啦 那不是 你看 大家有笑嗎 所以就是說 你只要這樣一笑 這個阿嬤就真的很高 因為這個按照都非常的有趣 那不管它實際上真實性多少 這個真實性應該比起那個 就是幾乎有點稍微高一點 無論 不管是怎麼樣 那不管你真實性怎麼樣 它總之是個很好的個 那這個個很容易流傳 而且跟這場戰爭毫無關係 他可能就是覺得很好笑 所以就傳開了 所以戰爭絕對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情 是悲慘的事情 但是悲慘的事情 它渲染裡面那麼強 很難傳那麼開 而且大概人的那個心理機制 大概兩三天之後 就有點麻木 那但是就是好笑的幽默的 這種事情荒謬的這些事情 它每一個新的來的時候 都是新的刺激 都可以再取得一波新的傳播 那所以當我們在疫情的時候 我們當然很強調可愛的總裁 等等 但是我想這一次 他們也是透過這種 很像超現實的 反動性的荒謬 去達到非常好的這個傳播 所以我想基本的概念就是 Notice 和 跟Human Over Rumor 這種名義的傳播 這兩個我想是主要的 lesson 我們本來也就在做這方面的事情 但是在這一次我們看到了很多 新的做法這樣子 那當然其他的就是跟這個傳播 沒有關係的 跟外交關係 就是有比較見解 就是剛剛講到的 vaysalians 那很多時候 我們在台灣 因為我們的學習權 我們的健康權 跟我們的通訊權 是基本權 那所以它是屬於怎麼講 就是社會主義核心 就是不需要賺錢 政府也會去做這種事情 想去去健保 但是我們之前估算這種東西 不管是工序還是健康等等 因為是用大家的錢 所以大家 而且立委會定 所以我們都會算到剛剛好 這也是主委官常常講的 就是說 我們的備用量 在健保裡面 場面是不足的 原因就是因為 你備用到最後沒有用 就是浪費掉 而就是社會客界 對於浪費掉的健保量 是就是 不是很高興的一件事情 但這也造成說 實際當災害 就是疫情來的時候 我們電話部這些兩門上面 就是防衛的那個韌性 就是恢復力 實質上並沒有我們 本來可以有的那麼高 因為本來比較沒有這個 預備菌等等的 這樣一種概念 那所以 這一次也是相同的 就是我們在網路連線上面 然後我們也看到 蘇維平呢 烏克蘭大量的使用 多種的不同的連線的模態 還有不管這個價錢 事實上 因為戰車裡面 沒有人在做生意 他們的這個各大連線 按個鍵就可以互相開啟慢用 也不管你本身哪個電信商 那更不要說 有人這個 就是發卡的電動車 跟電動電池 跟太陽能量 變出燃器 跟衛星的那個鐵子等等 包身一包 對不對 就是整個送過去 那所以就算我剛剛講的 那一些都還不能動的情況下 至少就是某些spot 是可以動的 那這個也是 resilience 的一個想法 因為如果是在澄清世界 大概都是覺得很浪費 你放了這個 但是比起光線啊 比起什麼 其實它的電線能力比不那麼好 等等 所以就是這種 redundancy resilience 有常設的這種 預備能力 我覺得這個是蠻大的一個改變 那這個也是 我們在接下來的 所謂任性建設 就是resilience infrastructure 這些事情上面 我們會有很多的 整個加強 希望有被大家見過 你看有沒有要 追問 OK 好 那我們就繼續 那 Emma 這裡 OK Emma 問說 請問在你們的看法裡面 我們的外觀 有沒有妥善運用社群原理 跟其他工具 來推動數位外交 跟Tago的互動 以及我們怎麼樣加強 並且推動 台灣的軟實力 這個軟實力 可以多說一下 謝謝 謝謝 先想要給一點背景 就是 因為我們 在部裡面的很多長官 對於 駐外管處 推動 就是用社群原理 推動我們的人 就是跟 國民與國民的直接交流 都有一些爭議 就是有些人覺得說 沒有案 官方 就是 可能用意 或是對外 叫做West Taiwan 這個就之前 有在立法院 諮詢過的時候 有一點點整理 所以 想要請問同學員 對這邊 有什麼感到 對啊 我們覺得 那個Code 比較有創意 West Taiwan 是流行 蠻久的 是屬於一個回收的 Anyway Code 是比較新的 我也不想應該 分兩個方向來看 首先就是說 有時候 有時候就是 剛剛講 Humor over Rumor 有那個Humor 未必是 我們原創的 很多時候 只是我們 不要去說 版權所有反應 依舊而已 也就是說 有時候是我們提供素材 不舉 好比像說 像大家都知道說 任何人拍我的照片 我一律頭 是不主張 肖像權 跟智慧財產權 任何都可以拿去用好 那所以 日本的朋友就可以拿 我跟記者的採訪 去變成 就是 DOS PONOS 有一個叫 CIVIL RAP SONG 而且是 根本就是斷章曲 但是 我沒有要說 他們的斷章曲 是因為 他們做這種 就是 DJ 魂大 POP 等等等等 他那裏叫 斷章曲 他叫吃進 對吧 所以他們 在他們的那個行業 跟我們這邊的 就是 國務服務新聞 也是不同的 不同的standard 但是 因為我不主張 肖像權 我也不主張 這位肖像權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可以在一個 毫無相干的那種 裡面使用 當他這樣使用的時候 我都是 都直接欣賞這個態度 有人要把我 Photoshop成什麼 這個旋律協定詞啊 還是什麼的 我的遇到是 好使人 可以無人可口水 嗆到 不好意思 我也確保大家 沒有在口水上 對 那 因為我前幾天 在這個上面才看到 就是 他後的那個 旋律協定詞 的反動面能力的 那個場景 然後大家 就是 然後底下下膠 就說這個 狂風發動了 破糙風 所以 他就很成立 真的 他就成立了一個 一個混搭 那或者當然 像 我們 柯委會 當時也是 什麼 抗風過台灣 每半點錢 好多更便宜的 沒有氣的 Clear 對 那 但是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我不要這個Clear 那所以 事實上 為什麼 柯委會不會弄這套 就是因為我在立法院的一個報告 當時是報告那個頭照三連零嗎 的時候 那記者就 問說 我拍了這些照片 要拿來做什麼用 然後我就說 我就是套進出作權來 Challenge大家 看大家有怎麼樣子的創意 二創三創 等等 我絕對不會把大家 都是非常的乱起承 那所以在那個 就是 各部會的小編的那個群組裡面 就忍後一張的圖 當然大家都看過 就是 像這樣的要求 我從來沒聽過 哈哈 所以大家就 變成類似做毒比賽的 情況 那 但是 我的朋友是說 這個就不會讓大家覺得 好像是我不裝重 或者是說 我對客家文化有什麼 因為我又不是客家人 然後我如果 自己主動來做 也就是說 魔用嘛 叫appropriation 對吧 那就會有很多正義 那但是現在不是嗎 現在是客人會自己在做 DOS MONTH 自己在做 SHINING 他們自己在做 在那個大港開場 等等 那所以就是說 他們做的那個人 當然是已經取得 當地的 就是那個文化的 然後在那個NOON裡面 去按照他們 符合而歸的方式 去使用 那 我們如果是自己 用官方帳號 我自己投的話 那當然 會有一些反常 那但是 使用上面 它就是會有人 就像你們說的 立刻就有一個 很好的質詢 就是說 這是NOON violation 就是我們的官方 常常都要做這種事情 所以 我舉例的建議 就是說 我們聽公司在 然後 任何人都可以去問他 那去問他的時候 我們不但公告他們 而且 還會幫忙 我們會 相關你的公司 那但是 就是那並不是我們 Original 也不是我們人窗的 那個就是民間有人 等等 那這座民間有人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那像 之前那個 台灣Kindle的 就是在 六月十號的報告 就是 他的賽堂是 可能我們有些 不同的了解吧 那 當時 那當時就是 龍正嘛 阿滴嘛 等等這些人 他們就去等那個 那個廣告 那那個廣告的群目 相信 在上各位說的 也有貢獻 這是不是以國無緣的 身份的貢獻 那 有很多 以我所知就是外交 體系的朋友們 那 剛看他們第一個版本的 那個文案的時候 是就是 非常不舒服的 因為 那他們那個就是 去 去紐約的一個地方 但是他在那邊 好像我們在 WHA 這個 友方為我張義之言 的 那種 的文字 放到那邊去 那個其實是 因為一般的 紐約的人 根本不知道 去張義之言 所以我們在那邊去 去張義之言 事實上 意義不大 而且很可能 讓人覺得說 就是這個 因為台灣當時說 真的沒什麼疫情 來紐約說真的 非常慘重 所以 感覺好像 哪裡怪怪的 對 那就是 你在他們很需要 救助的那個情況 然後 投一個 台灣DTEL 的那樣子的訊息 怎麼想怎麼怪 那 但是就在 就是很多人 就是 並不是一般 到想住之下 那他們就 24小時之內 就一路 立刻轉彎 那最後出去是一個 非常大格局的 台灣影片 因為我們在 SUNCE的時候 有很多不舒服的經驗 那這次我們就做得更好的 所以這個經驗 我們可能願意分享 給全世界完全沒有直接跟WHO對搶 的那樣的概念 那所以 我覺得這就是一次很成功的送作 那如果是 就是 第一個那個草稻的版本 如果是從 官方流出的話 那我們就已經完了 對不對 就是很難想像說 就會被SIROS看待的 所以 就是我們民間 它又可以任何周轉 都翻所有等等的空間 那我們大家是用 像匿名幣等等的這種方式 去進行一些討論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 蔡平常能夠 確保說 在一開始周轉幾次 就是風險特別大的時候 那我們不會變成說 好像這是 就是外交路的行為 那但是我們還是要 多多少少的 keep in touch 然後確保說 那他們的這些 message 至少他們的 message 不要對狀 對狀就比較難看這樣子 所以你先問我們 到這個問題 那看一看就對了 也想要請問您 對cancel culture的看法 就是說 當我們 遇到一個 我們可能 不 agree with 的一個東西 我們 你要cancel它 還是應該要就是發言 你要不要先講一下 你對cancel culture的動詞 在我們這邊的理解 那是什麼 可能不是從一個 官方的角度 就是從如果是一個 民眾的角度來看的話 就是如果有一個 像是如果中國大陸 或是某個議員 或是某個明星 做了一件事情 然後我們可能不認同 我們要直接來 engage 嗎 還是我們就是 不要fine around 這個議題 就是慢慢 對你來說 就是cancel 有點像是 剛好跳底肌 有變成類似這樣的意思嗎 還是不是 就是在社群媒體 就是如果你 你不去提這件事情 所以不是都要停止 而是就封鎖而已 封鎖 封鎖 OK 這也是沒有意思 當然這個要看說 你有沒有一個 傳播力比他高的一個角度 就是你有沒有一個 hot to take 對吧 你如果有一個hot to take 那你就不用消極的去封鎖 你可以直接去激集的 就像剛剛講 Humor or Rumor那樣子嗎 那 有一個很有名的就是 曾經過Mbj Howard在一起看 那 你原來在笑 所以我全部播放了 他就是 就是 針對這個 劉樂妍老師的一個 MV 他運用了就是 一套方法 去 邪逆他 那是因為他的那個編曲 畢竟是Humor 這個 說實在並不輸給原作 所以就是說 純粹以藝術性來講 他沒有原作差 就算你沒有看過原作 他也是有藝術性的一支 有空可以聽一下 那一支句子 那 那 蠻高的藝術性 對 那所以在過程裡面 就是說 他並不是跟他的對比 他其實沒有什麼意思 而且 他唯一對此 可能是什麼事情 跟當時 他的 像同培演員 演員 演員的意思 對 造成一個 就是能看你的問題 那種感覺 那 但是 所以嚴格來講 是不叫Pancel 但是 他也不是去反擊 不是反擊 他事實上就是 這個英文要怎麼講 叫Piam 但是 台灣我不知道Piam 不要怎麼翻譯 那 對 那 反正他就是用Piam的方法去操作 那 只要這個Piam 他比起 本來的那個原作 並有傳播力 而且這個傳播力的那個方向 並不是 零和 並不是雙輸的 不是故鄉castle的 而是讓 就算是覺得前面那一支有趣的人 也覺得後面那一支還蠻有趣的 的這個情況 那這樣你就有機會引到更多的 audience 那你的訊息 也就很容易搭載在本來的那個訊息上面 然後去做 那當然如果前面的那個訊息 本來那個大支就很低 也就是說 你就看到他 一傳0.5 零點五 零點五 零點二五 那在這個三個小時之內 本來就沒有人在理他 那你又沒有那個信心說 我看出來的東西 一定是太誇張了解 一定很容易傳播 那當然就不理他就好 因為本來他有傳播到哪裡去 希望我們知道這個問題 好 那 剛剛就是大家很多人都有看過 雖然就播放 用自己的事件播放 那 下一個問題是 就是張玉欣 的問題說 Elon Musk 希望透過 像演算法 Specifically Twitter的演算法 來開源 讓Twitter成為 或能夠真正達到人民自由的平台 那 就您認為 資訊是不是真的能夠達成這個目標 假如城鎮的話 那 政府在使用Twitter 作為國際宣傳工具的時候 應該 注重什麼 面向 他的演算法 Open Source 不表示 他做這個演算的依據 也就是數據 他的Data 不表示他真的Open Data 這個是要表現講的前面 也就是說 我們以前 覺得Open Source 特別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就是 一個城市運作的國際 但是 前提是說 這個Source Code 是遠去寫的 就是 我先有一個 羅技設計師的國際 那工程師 把設計師的羅技 翻成機器的語言 我公開 那特別是 不是 Upfuscape 就是不是只 機器馬公開 而是當時設計師 留下來的這些設計文件 完成的說柄 包含出介等等 全部都公開 所以Open Source 都是包含前面的設計思路 全部都公開 那不然是指教 可能就是 做設計的羅鍋 之類的講法 那 用這樣的方式 來不限制 他的運用方法 而人們都可以改做 那 這是之前的推行的做法 但是如果 Twitter 他才行為一些 機器學習的 循環任意的方法 的話 那就不是像以前 是我們先寫Code 然後來做Data 機器學習是反過來 是先收Data 用Data來產生Code 所以 他就算是 Data產生Code 這一段 有開放這個版本 那但是 這個圓滿開放之後 除非他把它的 RAWData 也都分享給你 事實上這個是不容易的 那 不然的話其實裡面 為他重現 他最後這個 從Data產生出來的Code 得到一個行為 所以 常常我們現在是說 Open Source 可能還不夠 那這裡現在很多 用的詞叫做 Librarythmic Transparency 就是 演算法的透明性 那這個透明性 就包含 有點像我們政府 資訊公開法 就是 我們做 這個決定 所看到的那一些 不管是不是 公開可得的文件 在沒有商業經歷一次 等等的Concent之下 如果民間說 因為我要重新 推演一次 這個決策過程 所以你的這個決策 的輸入段 這些文件 一定要給我 這是政府資訊公開的概念 那或者說 不剩合資的話 我收到的 就立刻要公布 就是開放資料的觀念 但是無論是資訊 或者資料的技術公開 那我覺得才是 Librarythmic Transparency 現在主要的一段 尤其是 如果你有練到 機器學習的話 這是一件事 那 第二件事情是說 我們現在 所謂這個 自由的品牌 我想 Elonux的這個 概念 它是有另外一個延伸 就是所謂的 Federation 所以說 如果你不滿意 Twitter 它的這個言論宣查 等等這種機制的話 那 你重新架一個Twitter 架到你自己的機器上面 並且把你所有的推文 都自動投過來 並且把這個 有follow啊 什麼這些關係的 整個社群圖路 也都migrate過來 唯一的差別就是什麼呢 就是上面 沒有那麼多 那個言論宣查的那件事情 那就變成非常低的成本 那不然它可能要重新架一個 像對對這樣子的程度的東西 不容易 而且會受到很多 就是資訊安全啊 什麼方面的challenge 所以 這個後面的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說 它有點像是 我們在開運軒 其實已經弄 我們已經開張了 政策的那個mustodent 一樣 那就是mustodent 就是base Twitter 但是每個人都可以自己架 然後大家是federate 在一起的 所以它 那另外一場呢 就是說 我們要透過像這種 聯邦式的這種做法 讓決定權 不要過分集中 在Twitter的某幾個reviewbook 要在人身上 因為他們在裡面 大概也不可能 同時符合所有tree station的norm 這個是不可能 那 它就很挑了幾個norm 那 它也很難 specify那一件新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這樣子用詞 在這個以前 都不是人身攻擊的 這個以後 就是人身攻擊 因為這個詞的利益轉變了 那它如果沒有那個fuelteam的話 其實你隔著這個 螢幕根本不知道 它在講的是 已經意思已經有所轉變 那像這種東西 它就可以delegate 這樣子的 言論的 就是norm 進入這種小的 Federation 就是 那我這一個公司 我自己有自己的一套講法 那 好比像說 之前我們有參加的 Open Tech Fund OTF的社群 那他們都是做這些 Federation open source 這些別人 但他們來自世界各種不同的國家 那在他們那邊的 Tole of Compact 跟推特就不一樣 在他們那邊 就是 如果你PO了你這文章 我說 你這個品質有問題 我幫你改spell 這個是叫做 這個是不可以的 這個跟那個什麼言語騷擾 什麼是被他們 劃在同一件事情上 那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 也公平大家說 這個社群裡面 有很多 這個在 Autism spectrum 上面的人 所以 他們是很願意提供 這方面的付 而且都覺得自己 有分到別人 那 那但是 問題就是說 裡面有很多參與者 它根本不是英國訓練員 那所以 它事實上 光是查四點後 這個東西 它就已經花了很大的力氣 那這個時候 在世界的另外一端 就覺得說 你的品質沒什麼的這樣子一個 我只是提供你服務啊 為什麼你要那麼生氣呢 等等 就很容易在社群裡面 造成衝突 所以 因為他們的這個動作 他們就說 那這個就跟言語騷擾很一樣 那 Spectrum上面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把它寫進Conduct的名文的話 就不會做了 因為它是很明確的 不必要這樣做的事情 所以就是說 我剛持續一個例子 但是 如果推特後來 連成真的就是 每一個Conduct 它可以有自己的 這樣子一種Conduct 然後大家之間是 就是它按照那個 使用的自己的 Volition Federate 起來的話 那就是說 我要現在不看 就比較不會有 在全球網路上面 大家莫名其妙 一言不合 抄操起來 執行未來的Conduct 的這件事情 那個Tencil合成的問題 就比較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我覺得 長期看來是正確 可是好 那 外交部說 或是政府 在作為宣傳工具的時候 要注意什麼 看一下 可能就是注意到說 未來就是會往這個方向方程 這個是 我覺得不可逆的 不管推特最後 有沒有被買過去 或怎麼樣 光是就是技術上面 你要加一個推特在以前 是很昂貴 現在是很便宜的一件事情 那 甚至像 就是最近 Web3社群 可能是不太便宜 而且比較要付錢 錢 錢 的這種事情 這個都變得 就是在經濟上 比較成立 所以現在 就是因為Web3 這套想法 我們現在 也常常公開發表一些 專欄 就是任何人講 元宇宙的時候 那我就問說 那到底是 就是足克國的宇宙 還是任何人都可以加一份的 那種宇宙 那就是一元宇宙 還是多元宇宙 那如果是多元宇宙 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加一份元宇宙 那就好像 Minecraft 全世界有至少16萬個公開的 Minecraft 私服器 所以是16萬個小元宇宙 那在這個上面 它的創新就非常的均勻 就不管是 跑的私服器 還是你接去Minecraft的那一支城市 都有開源的 而且 都有三種以上 也就是說有resilience 不過 他某個開發者 就是真的被 邪惡市裡 怎麼樣 那 那 就是 還有很多別的開發者 在別的 implementation上面 去保持他的這個 生態的權盡 所以 就是說 越像現在Minecraft 這樣子的狀態 那我覺得也好 那當然 Minecraft本來也是新創 那 後來日本也可以買過去等等 但是 至少他就沒有去運用 像專利權 然後 或者是 營營營等等的方式 他還希望說 open source 的態度 去看說 現在社區越來越多開源的這種做法 可能已經讓他們賺不到錢 不過裡面賺得滿夠的 說真的 去讓這個變成大家 還會創意的地方 最多運用 而不是 變成就是 monetization 不是專門就是賺錢 然後 上面上移的部分 那這個狀態 跟強制性上移 它可以說是完全 誤知的 因為如果我讓你對 就是 概覽廣告 或什麼強制性上移 因為它是不經濟的投放者 那在上移前 其實你早就切換到 一個沒有概覽廣告的 那個client去用 因為 你解決方式是自由的 這就是為什麼 在Email上面擋住 報告是比較有名 因為Email就是這種 分散式的架構 但是在Facebook上面擋住 是非常困難 因為Facebook 它是有一個client 而當你有更多的client 他隨時可以用各種方式 就是透過訴訟的募品 或什麼讓client去消失 所以我覺得 就是要了解這些 一個趨勢 那不一定要被lock in 在Facebook上面 這是主要的建議 希望我們要請問 來 請說 您提到 Federation的趨勢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對於Minecraft的 生態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剛剛 乍聽之下 有一個問題是 這個趨勢 它感覺可以 解決這個 之前的技術 很centralized的這個問題 但是您剛剛提到說 可能會有很多個不同的小社群 然後我就很好奇 那這樣子之後 數位的世界 它是會越來越分化嗎 然後會不會造成一些硬件 就被polarize 之類的狀況 謝謝 我的觀察是說 它就會跟我們目前的社會結構 就是 因為 你每次 你也不會去開這些小藝術 一定是你有care的一群人 你才去幫他們開個小藝術 這樣子 所以 我的觀察是說 如果 現在社會上 就是有這麼多的pluralism 有這麼多的多元性 那每個人 他的identity 其實也是我們各種不同的 對於 也許每個intersection 的這個交集 所以 這個時候 我的每一個intersection 是 自己有自己的norm 然後在數位的世界裡面 保持這個norm呢 還是說 我要逼大家都到同一個standard 而這個同一個standard 反而 在我看起來 才是造成polarization 因為 我們現在在推特上面 你隨便打個關鍵字 或什麼 你碰到那個意識性太高了 而且他每次的推文 沒有carry 他的community context 他本來真的 就是不一定是寫給你看的 那 而且 就算是他來留言什麼 他可能是一個誤補 就是你本來po的那個context 他腦裡沒有吧 那但是他就留言 那他覺得被offend 或者覺得怎麼樣 那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因為 兩邊的community context 他沒有辦法先彼此互通 那 所以呢 大家在看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 好像全世界都是跟我不一樣的人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一種isolation的感覺 那 我覺得這個感覺 是一個 一個miss 就是在絕大部分的事情上面 其實我們跟 對於這件事情的判斷 跟我們只要有一點點經驗衝合的人 大概就是差不多的 我們之前有 2015年開始做一個實驗 就是用Odys這套系統 我們把它叫ProSocial Social Media 那這套系統 我們當時最早都來討論 Uber建議案子 那這個案子 我們有做事就好 那任何人都可以即時看到他的Friend 和Family的Social Media帳號 但是在Social Media上面 大家很容易瞧起來 那個案子是很容易瞧的 就是到底他是剝學老公呢 還是讓精神的資金自由呢 他不用職業家照 到底是對現有法律的挑戰的面試呢 還是現有法律的 已經更不上時代了 等等 你隨便就可以講說很多 就是超個輩子 大概超過完的一些 整點以來的Logical 那但是我們當時使用 Polix的特色就是 他沒有Replatin 他沒有一個恢復鈕可以按 所以乾脆就沒有我剛剛講到 那個Normalization的可能性 對於每一個人 Polix 你就可以看到說 你若然站 你就離他近一點 他有一個好像二維的一個人 每一個人在哪裡有的目睹 那你若然不在 那你也不能Cancel它 你就離他遠一點 Physical 也能看到 那然後接下來 就分享你自己的感覺 給其他人按讚和讚的 那經過三個星期之後 就是本來是完全的 四個Polixner的 機箱車司機 五個司機 因為我們有些 self-identifying question 那再加上大家的分享 得慢慢他們就集中到重建 而且我們最後PO出來的時候 就有很漂亮的圖 就是說可能只有4%左右 但是因為那個空間是降少 你能夠是cross你的community 能夠提出任何 他會想說最早的曾經 就是break這個barrior 是說他覺得 我們應該要與時拒絕 我們的法律 應該要按照實際技術的可能性 而有更新 那像這樣的提法 就沒有辦法對 那或者像說 你underhand 本來的計程車司機的話 那大家都沒辦法起 但是你的dynamic pricing 應該是可以按照實際的需求 把這樣給往上提 這個大概也都同意 那或者是說 Uber現在不願意開進一些 偏遠的地方 那個白拍攝 還是在那邊很多 應該要讓在地的教會 在地的社區發展協會 在地的寺廟 等等 管委會 都可以很容易 用類似像Uber這樣子的平台 去做拍攝 那這樣的話 他們有一些需要 就業 或者是 總之生機上面 有些困難的朋友 他就可以 可能是在 周日的時候 接管文科 在周間的時候 去工程 或者做廠照服務 等等 那這個都會是同一套技術 但是Uber並沒有打算 在那邊 應用這套技術 等等 那像這個大家也都同意 所以 後來就變成我們現在 做一個多元化計程車方案 那實際上 Uber也是合法的 QNexi 因為他們拿到我們要的 但是 各地的地方 或者是 現在各大車隊 他們也都有一些 不是黃色的車子 就是紅色的車牌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像這樣子 就是一個 Pro Social Social Media 它可以讓本來 是一些cluster的小社群 但是 因為我們有跨社群 達到共識的獎場機制 就是你只要跨社群有共識 我們就同意放在 就是當時是V台灣的 諮詢會議上面 就是當了Genda 而且我們PreCom 就是說不管最後 出來的公式是哪些 我們只用這些做了Genda 然後當作我們 領方的這個參考 那所以大家就非常願意 很主動的提出很多想法 而且你不能cancel到別人 也不可能人身攻擊 其實就很想slide 就是說 因為沒有一個reply button 所以你如果覺得 這個問題不讚 你就不要按它讚有 但是你很難吵起來 所以 在這樣子的空間裡面 我們就既兼顧了 就是 社群的東西 但是又沒有framing 可以使用沒有很多這種跨社群 達到 good enough consensus 這樣子的空間 所以就是 community of communities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學題上 對這個有興趣 我們諾貝人經濟獎得出 Eleanor Armstrong 有八個原則 專門在講 怎麼樣來營造 這種不會分裂掉的社群 那他第八個原則 就是 要有community of communities 就是每一層 都要有底下的diversity 綜合起來 一個good enough consensus 這次的這樣一個決策的方法 那這個當然 就講遠了 但是我是覺得 這個是 我們可以想像說 如果我們解決這一套的方法 當時 不是只有 我們的duty station 使用 而是所有物理正在開的地方 也都有類似的 東西的話 就一個民主王國的話 那我們可以把這些都 傳聯起來 我們解決我們自己問題 同時我們也是解決 所有其他選擇 正在上街他們的地方 在這些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 未來算是一種外交貢獻 應該是一種貢獻 但請 謝謝您回答 就是跨測群間的連接 這件事情 那您剛剛提到說就是 覺得會反應 你如果就是反應 現在公民社會的 Polarize 的狀況 但是我有一連好奇 就是在網路世界有匿名性 所以不知道這會不會加劇 就是更偏激的連論的出現 然後以及就是 這會不會造成就是 有點無政府的暴政那種感覺 因為當它是 Centralized 機制的時候 你有一個東西 你可以去問它 你可以去問匪所 去請它撤下 但是當大家就是 全部都是沒有的時候 我就會很好奇 那到時候的那個 全力的運作 問到怎麼樣 謝謝 其實我們在網際網路 當初形成的時候 或者是危機本科 剛嫁起來的時候 這個問題也都被問過 因為其實事實上 它是 可能比國際關係 更加 或者符合一個狀態 那也就是說 誰也很難隔著一個 逆免興趣 行使什麼暴力 那當你都不可能隔著 螢幕行使暴力的時候 那陶器很難想像 你要怎麼會有 accountable governance 應該容易就散掉 那但是 不管是 社群危機本科 還是網際網路本身 都證明說 其實沒有 只要好好地運作 那個 Ostrom 華原則 那這裡就是 有些叫 Ostrom 定律 Ostrom's law 就是說 我不一定被證取 而不是paradise 就是說 What works in practice should also work in theory 就是說 只要實踐上面 它實際運作過的 那理論上 它就應該要可以運作 所以如果 我們現有的很多 理論沒有辦法解釋 為什麼這種 自組織系統可以運作 那好像是那個理論的問題 或者是這些 自組織系統的問題 那 我自己的觀察 大概有兩個很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說 它還是要有一個外連結 那也就是說 所謂的匿名 並不是任何人 都可以創造出 五千個假帳號 如果你 你任何人都可以創造出 五千個假帳號 不管什麼資質方式 都沒有用 所以 Wishbite 它其實很依賴 話比像說 看來的人的IP 或者是說 它的Social Recurulation 就是它之前 有哪些貢獻 你才慢慢取得出權限 那而且 你很難去丟配給這件事 那像我們剛剛講到的Police 這套系統 我們在台灣用的時候 我們會用一平台來做認證 那也是一個實聯認證 就是說 你必須要有一個 收得到簡訊的 我們在地的電信 別人的電信 也不可以發的 那樣子的一個 簡訊號碼 那所以對於很多 在國外的朋友 它就覺得說 因為我明明是民國的過敏 但是為什麼不讓我見呢 對吧 那所以後來 當然有想見別的 像現在行動自然而憑證 可能未來就很好用 但是 目前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看就是 請他國內的某個朋友 借他一直 手機的號碼 收檢訊 那你如果在國內 認為一個能夠 收檢訊的朋友 都沒有的話 那說真的 就是你的這個 共同體的年代 好像病例都真的很高 那不是說 要派出他的意思 而是說 我們最後再照顧到他 可能確定上的設計 那但是 如果任何人 都想要拿到 五千個假的 sms 帳號 那第一個 都寫信號 是辦公室就找到他們 因為並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我們的各大電信 都是特殊事業 他們本來就要證明給NCC 看出他們不是 適連發明號 的這個事情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他在那個外面界 這個要塞得很重 那我們目前是用實驗者 在看 那 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說 他跟逆明星不顧齒 那 我因為大家都 刷過 實驗證明星不顧齒 對 他跟逆明星不顧齒 就是 那一家店家 完全不知道你是誰 對吧 所以就是 我可以證明說 他不知道你是誰 所以這個跟逆明星 他沒有一個 fundamental 那個 add-ons 會打起來 那 第二個 point 就是說 好 那是一群我們可以證明 他是人類 的一個 參與者之後 那我們另外一個 也要考慮到的 就是說 不能夠 讓大家的那個 voice 變成 怎麼講 變成 比我們的民主的 投票的latency 還要高 意思就是說 我們 必須要確保 這個民主運作的頻寬 是高於我們的 現有的 投票的制度 我們的延遲 就是低於現有的 投票制度 為其這樣子 那個boskong的 第七個原則 就是上次你的那個 官製機制 必須要尊重 著名自決 的這件事情 就好像 舉一個不是很恰當的 比方 就是部落會議 那我也不是人類 所以我們要 appropriate他們的意思 但是 為什麼部落會議 在法令上是成立的原因 就是因為 覺得他反應實際上面 就是他的治理區域的人 的意志的能力 是高過本來的 業人票的那個 機制的頻繁 而且他 可以能及時的做到 這件事情 他的延遲是 較低的 所以是為期這樣子 才會有legit 會有認受性 但是 在這個過程裡面 特別要強調就是說 呃 他的這個民主機制 本身也必須是民主產生的 不是輸出民主 不是說 我們用code 寫了一套 又是民主還是什麼 然後你只要 遇期你就是民主的 因為這樣子我們可能對 當時設計的這些人 還講他達到一些 poverty 但是當實際上的這些人 在運作的時候 他立刻就會發現 有bias 有問題等等 那如果都像我們的 憲法一樣難以修改的話 那他們就完全覺得說 欸在上個世代的人 也是覺得這個很公平 但是可能只對上個世代的人 很公平 他對下個世代的人 因為當時制限的時候 他們還沒出社 他們沒有same 沒有voice 那如果對他們不公平的話 那很容易他就變成一種 刑事上面的民主 那這個時候其實 才真的有可能出現 剛剛講到的就是 武政策的保證 天然的一個情況 因為大家變成一個ritual 變成我必須要遵古法 懲罰制什麼禮法 這些東西的 但是事實上跟我實際的 目前現在大家的通訊狀態 已經過夠了 所以忘記網路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Roth and Senses Enronico 就是我們一旦有人 粗粵的公式 哥聯納的公式 那我們應該就可以寫出 一些新的城市 來往這個方向發展 我們不需要經過 中間任何人的批准 不需要任何人 概念說 我特訓你現在去做Bitcoin 我特訓你現在去做Bitcoin 我特訓你去做Zero 我特訓你去做什麼別的東西 那每一個這種新的 治理機制的創新 它事實上都是 只有在裡面的單區 就是一小群人 事實上全網路上 只要有兩個人 覺得這個方式是可行的 那他們理論上 不應該需要第三個人的同意 那這個也是Bitcoin Service App它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不應該 因為現在Facebook 是很紅 所以它所不允許的創新 在網路上明明有兩個人 但這兩個人 現在不透過Facebook 無法聯絡到彼此 所以他們的這種創新 就沒有辦法 對一些辦法實現 那一定程度上 它也是把 它本來網路 所承諾的 多元創新 把它放回去 所以大概就是 實聯制 或隨便什麼真正的 identity的存在方式 以及對於 治理機制本身的創新 不需要透過現有的 治理機制的肯認 每個新的 institution的方法 都可以自己 摘取整個網路 正確的這個 machine 那你達成這兩個的話 就比較不會變成保證 常常保證 都是因為 你沒有exit 對吧 那沒有exit 尤其沒有限額 然後它有voice 那感覺就是被壓迫 那現在是說 有voice的人 都是真人的voice 那已經雖然有exit 但是這個exit 又是加到這個legitimacy 而不是 Rage quit 就是一分列出兩邊 都上是legitimacy 那這樣的話 其實 就應該可以做到一個程度 那確實 就是在之前 有VTB之前 也沒有人覺得說 就是有這種 完全沒有自然漏洞的東西 在全世界大部分之內 運作是有可能存在的 那是因為 每一塊 你特地都是一個 非常昂貴的bug檔題 所以就是 就是任何人都有 Hank都有 非常強的動靜 去 audit 他整個動靜 那所以 因為他把經濟的exitimacy 跟智力的exitimacy 對齊了 所以他 在早年 運作了可能一兩年之後 後面就從來沒有 有自然時間 那原因就是因為 他造型的exitimacy 是夠高 所以能夠的 就能夠的 也夠高 所以要問說 那如何可能 為什麼不需要一個 中型化的東西 那 Bitcoin 就是雖然它浪費很多的電 然後這個 可能 也讓地球升溫 但是 無論如何 因為我們如果不管它部分 只看 governance的話 那它就是Hall Strong's Law 最好的一個 示範 就是說它在實踐上 已經運作了 所以我們的理由 要保持一些 我真希望大家接受 好 那 那 我要追問 還是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 今天的那個 就是問題的知識濃度 非常高 應該是 就是來這邊 像其次最高的一次 Aaron 是 Aaron Aaron 想要問說 您曾經受邀 在聯合國相關會議 發表的影響 也多次出國訪問 那今天認為 即將成立的 所謂發展部 就是Modal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應該有什麼 國際交流 跟會議的計畫 以及有哪些 可以 國外交部共同推動的 社會 遇有 或者是面向 這個 這個要 更 elaborate 一下 就是 你有沒有 初步想到哪些 謝謝鄭文 因為就是那個 大數位發展部 接下來我們會也就是 整合目前 相關部會的一些業務 包含資安 包含資本產業 包含一些新闖AI 那我們是想知道 就是說在 未來 尤其 就是不會也拿 鄭文明盛傳是 接下來的部長 但是 也有一些 會跟外交部 我們推動的業務 謝謝 我是籌備造極人 就是 現在就是籌備造極人 所以 我不管 就是貼這個貼紙 是怎麼樣 就是 應該就是部會 但是 就是 應該是 好像 唯一一個是 完全小切的 誤會 那 而且 也很有意思 就是說 MOD MOD 就是 沒有MOD 這才一個字 那它的概念都 比較 比較 比較不是特許 對吧 我們 有一些 管制特許型的 這個部會 是它來發 license 但是 Foreign Minister 才不會去發其他的 主權國家的主權 的license 好像不是這樣 因為它完全是一種共同之力的概念 它 不可能 對外面有那種 就是帝國主義式的 至少 我目前不是帝國主義式的 這樣子一種運作方式 所以它是一個 比較如人為善的 這樣的概念 那 它也體現在 這個英文名字上 就是 Foreign Facts 其實就是所有關乎外國的事情 它並沒有特別說 要做這個 或者做那個 理論上是要關乎外國的都可以做 所以 翠帆湖 它叫 Mestrificial Fix 也是一樣 其實就有點像是 把 剛剛講到的 網際網路空間 看作是 另外一個空間 那 然後 所以 外交方面 國際關係 我們也有 宇宙關係 那 多元宇宙嗎 的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在設計上面 那這邊也要講 就是說 像 莫達 或者是這個 部位的概念 像一些什麼 這個都是就是 國外王老師的貢獻 我覺得 就是 Due Credit 我接到的時候 只是做一些 比較像內部狀況 這樣子的事情 好 那 在這個概念上面 就是說 National Affairs的概念 那其實這個社會 理論和面相 就非常非常多了 因為 我們都不是有一個 狂定 Foreign Facts 也沒有說 只跟他這個國家 才做Foreign的工作 那就是 非邦交友好 國家也做很多工作 但是 同樣的道理 就是說 我們在莫達裡面 跟我們的理念相同的 都是 我們覺得是 剛剛講到這個 民主的典範的部分的 這些 Open Source社群 Decentralize Web3社群 那這個當然我們 就可以一起發展很多事情 那就算是 過分集中化的這些 就是沒有那麼 這個 算是邦交的 那我們也可以有 友好的關係 尤其是 如果他願意 像我們剛剛講到的 去回應我們的 Social Norm的時候 那這個部分也是 其實非常接近文教 真的在其他 國家甚至就 不會有 Digital Minister 都是做Digital Invest 的下方 就是這樣子 那 這邊當然也是 其中這部分的工作 那即使是 又沒有邦交 又絕對不友好的 這些 可能就是要 磨練我們的 資安金屬的一些 這個行動者 的話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有一些 胃部的沒有好 但是就是比較去 有一點點性質 等等的這些 工作來做 所以可以可以說 是跟外套部的思維 是特別像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兩個 都沒有什麼 特許性質 或者科研 那 國際交流 或會議的計畫 的話 有一些是我們本來 就 本來就可以參加的 那 這些其實也是很重要 特別像是 像 我在演員提起 我出去 演講啊 這個簡報啊 那我的那個開頭 我一律是寫 Digital Ministry 在TW 那就在APEC裡面 就很安全 因為APEC並沒有說 不能提到網域 如果不能提到網域 大家都不能提到網域 那是不可能的 那所以 雖然說 我們不是一個 就是在 APEC裡面 我們用完整的 那個 sofrance section 的那樣子的稱呼 那我又不是很希望用 就是 那個economy的那個稱呼 難度指導的那個 對 那所以 所以我們就 都是用點TW 但是 sofar 當然也有人提出來 保分過等等 但是sofar大家都不覺得 有任何問題 你一定不可能禁掉 點TW這個網域 而且 你不管在哪裡 你 就是對我們有不友好 的網域裡面 你只要輸入點TW 你都是實際上就是 碰到我的電腦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 它是同用的 有點像是 我媽是同用的這樣的東西 所以 它就 沒有那個 Westphalian的 那個 connotation 它沒有說 我到這個邊界 就是我到那個邊界 再走 我就是你的那件事情 這個只是說 我們有同一個電話簿 這個電話簿 插到相同的號碼 的這個程度 它是overlighting的 就是說 同一個ID address 它可以有一個 1.tw的一個網址 但是完全同一個 IP address 如果你高興的話 它也可以有一個 NCN的網址 也可以有一個 2.tb的網址 那 tb比我們近一點 應該是0.gr 你跟它 可以甚至上一個字 但 我問你意思是說 這是一個 邏輯不同的空間 它 天生沒有 那種exclusive的性質 那所以 我如果主張這方面的問題的話 我就沒有一個 我主張 我好像 我就不是同時 是其他國的那個問題 那所以 這個在整個 就是 MODAT的討論裡面 就不斷的被提到 就是說 那我們可能要強調 這個連體道理的 這件事情 那 當然 就是之前我們 好像有些民間的 數位玩家 就是拿這個當題目 那個科索國的題目 DKO 就是這個題目 那就是 讓大家看到說 在網域 就是在ICAN NCNC 中間的 我們快來就可以參加 這些地方 持續去主張 這個網域的 NOR 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這個是 現有的 那當然我們還可以更積極進去的 那舉例來說 像 我們跟 OBEN GOVERNMENT 的關係 目前就相當的好 那雖然不是所謂的MAP 但是因為他們是 HYBRID 就是一半Multilateral 一半Multi-SYNC 所以 他的所有的席位 都一半是民間的那個席位 所以我們任何人 他其實都沒有民間的 任何的身份進去 那我自己參加 LGP的幾次大會 都是非常完整的 就是MINISTRY 台灣等等 都沒有任何問題 但是當然我們就 在參與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會不斷的主張說 那我們就是NPS 這個Internet上面 對於透明性的 對於可當則性的 對於參與式的 對於共榮的 等等的這些地方 就是OPEN ENVIRMENT 四大支柱 那大概知道在這四大支柱 而這四大支柱 而這四大支柱 又是SDG-16 SDG又是大家都見過字 一定要推行的 16強的東西 在這個有點像 非戰區域裡面 那我們這樣子的運作 大概別人也沒有任何ground 說我們不應該繼續發言 因為不是啊你自己 也簽了一個東西嗎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新的這一波 先不要說像LGP 就是你要加入之前 還要先通過民主價值審查 所以就別的SDGs 可能沒有辦法 那麼快進去喔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反正韓國 因為是Advanced這些價值 所以我們在這上面的 這些發言 就不會像在別人 以經濟為主的 一些forex上面 好像得打個折扣 得用經濟的角度 來講民主的事情等等 我們就很直接的講民主的事情 就可以了 所以我想未來就是 在那個上面 for democracy 我不知道for for democracy 之後 那我覺得我們會有更多這種 for democracy 因為 立刻就西班牙去 結果是當然了 但是 for 那就是戴起來 其實還不是經濟住 所以這種 就是for not above with not for 的這樣子一個 progression 我覺得大概是未來的階項 希望我們要整個問題 如果要整個問題 如果要整個問題 我們幫你整個問題 好 好 好 有 好 那我們接下來 這個一個問題 是劉毅宏 請 你好 接著來 Helene Musk 因為要收到推特 那 免發了其他的爭議 那他的訴求 是為了維護社群媒體言論自由 那實際上 不只是最短 那 臉書、YouTube、社群媒體 都因為審查 他平台上的內容 當過不少的爭議 那加上的原因 網路市場對社會有危害 言論和假訊息 以及 維護言論自由 一間 你應該要怎麼樣子評 對 要 elaborate 一下 因為你問的時候 可能我還沒有講 前面那個答案 對 你剛剛講 可是我想請問 因為您剛剛所說的 其實已經是 未來的趨勢 那其實在現在 會不會有一個過渡期的階段 那這個過渡期的階段 會是 要怎麼樣 實際以上的作文 會是要怎麼樣 謝謝 謝謝 其實 像 我記得我2014年年底 剛剛在行政院工作 那 當時是轉了顧問 然後就發現說 沒有很多訊息 當時是 online 在傳播 那 當然 當時還沒有遲 還有 我們自己家的 rocking 車 等等這些東西 那還沒有那麼多點 對點的技術 但是我當時 就有點 有點不安 因為當時 Line好像只有 兩個人之間 互相傳是點對點 那在群組裡面 就都不是點對點 意思是說 所有人 包含Line的人 都看得到 所以當時我就很 老實講 就算反感 就堅決 不如是 online 那我到現在 是沒有用來反抗 但是後來 我就沒有那麼反感 那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 2016年 當時我還沒有真的 上任在 就是包派的那個階段 也不是包派 就是說 我交接了 就上任那個階段 那後來 我就跟Line 都沒有反應了 我的這個 那他們就說 其實來 其實是因為 他的那個 密碼學的聯算檔 他們還沒有跟上 因為它有兩個 物質的需求 一個是說 你可以有多個 不同的 device 那每個上面 都要看到一樣的 這個對話 但是第二個是說 如果點對點加密的話 希望連Line 自己都不知道 你穿了什麼 那你如果來的 這個 device 丟掉了的話 那其實你新的 device 你不知道要從哪裡靠 本來這一份 所以總是他有一個 密碼學的問題 要解決 但是其實 隨著密碼學的演技 其實這個是可以解決的 總是還沒解決的 所以 到2016年的時候 他們就 不管他下的群組 都變成全面 跟人家裡面的事情 但是 為什麼他們會 就是往未來走 而都是卡在過去呢 那其中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的法制義務 就是如果他 有這個群組的權位 那 任何 不管是檢調啊 或者是任何 就是裡面知道犯罪行為 而且 不管哪個 jurisdiction的犯罪行為 那他就 不升級了 他變成 他 因為他真的看得到 所以你不能講錯 看不到 所以你就要配合調查 那但是 如果他主張 我是點對點加密 我除了Metadata 以及 因為他是賣鐵池的 就是你們不用 就是 買了什麼鐵池 以及用了什麼鐵池 因為他要賺這個錢 那所以 他只知道這個 那所以如果你要 就是來 confiscate 來調查 那我就給你一堆鐵池 對 所以大家就是 幫你群組的鐵池也不要亂用 但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外界的這種邀請 那他們常常 抵抗的方法 並不是去浪贏 而是去往我剛剛講到的那個 未來走 就是更去中間化的 更點對點加密的 那像現在大的雲端 他們都發現說 就算他在傳述的時候是加密 只要他儲存在記憶體裡面是明文 那當你儲存到一些 不管是醫療資料 還是這個 就是詐欺犯罪行為 相關資料的時候 那對他們來講 都有危險 就整台機器會被口牙 而且還不能斷電 因為forens也要讀 那個記憶體裡面的東西 那所以他們在這幾年也 非常多去投資 所謂confidential computing 就是說 我只是讓這台硬體的 但是這個硬體保護了你的 安全 而我事實上 拆不了這個硬體 我也沒有辦法揭露裡面的東西 或者是 就是說 我交給 交給這個 文友雲的時候 我就已經是全加密了 我只是讓他對全加密的東西 做運算 運算之後 我在解明 運算的時候 完全不可能知道 裡面到底是這個東西 就好像是說 就是保險箱裡面 放魔術方塊 然後你只是靠 搖那個保險箱 才可以解開魔術方塊 這種在現實世界裡面 完全沒有看到的東西 但是 事實上就是 加密也算很厲害 有人就發明了這種東西 所以說 當外面的 pressure 就是像你剛剛講到 就是說 就是我們 有一個 norm 那這些大的平台 必須要去 進行去 做這些審查 那特別是在 每個國家都有 他自己的發展 在那個發展 事情上面 他就一定要 這個趨勢之下 他們現在每個都 開始朝向 我剛剛講到 更分散 點對點加密的 confidential computing 等等的這個方式 那主要原因就是 他也不見為近 他可以證明 他從頭到尾都不可能看得到 也不可能修改 所以他也不可能 有什麼來對人體可憐 那所以 這是我剛剛講到的 就是好像是一個 不可逆的一個趨勢 就是你越主張 你要從外面管制 他們就越往那個方向去移動 而這個方向本來就是 往前往路 當初設計的時候的方向 只是因為各種 就是historical accident 所以被重新集中化了而已 所以現在就是 重新分散化 也是剛好而已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那你變成 完全點對別的時候 那到底要怎麼樣去 運行所謂的生產 那個就回到 就是剛剛講到 他那個原則 就是community norm 你這對community裡面 也有個治理機制 這個治理機制 說這個行為是不行的 那你的violeta 因為他既不是家長好 而且他也有民主參與權 所以你慢慢就可以受變到一個 就是violeta 他會有一個接近式的punishment 但是這個punishment 並不是不能appear的 就是重新發明了一次 我們的就是 症狀程序的這個情況 所以這個症狀程序的重新發明 以及這個症狀程序 在演算法裡面的就是 重新實現 那很大程度上 會蓋過本來這種所謂的 AI 就是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的這種 就是我收集到 足夠的資料 資料顯示裡面就是有可能犯罪 就先恰恰在說的那個弄 因為這個弄真的 大家都覺得是很飽飽的 大家都很不高興 而且 你收集到那麼多這個判斷 很多是舊的啊 很多是跟文化完全不一樣地方的人啊 我用這個字 在我這個社群 就不可能是這個意思啊 等等等等 那這種勿判的情況 只有一個centralized 的 governance 才能夠解決 那完全不靠 就是重新演算法的AI 大概是沒有辦法解決 這樣子的問題 那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就是歡迎你們看 我們有一整套 關於 plurality的研究 大概都是在研究這件事情 應該拿我的名字 然後再加plurality 就可以找得到 這樣子 好 好 好 不好意思 我想要回到 不知道現在可不可以回到 剛剛那些 科索羅羅網域的問題 我想要請問就是 像佳佑那時候 在創立 數位外交協會的時候 他就是為科索羅羅 創立這個科索羅的網域 那我想要請問的是 您剛剛所謂的 LODAT的網域 跟 Ben A. Andrewsson 所謂的 Nagent and Bananity 有什麼重疊的地方嗎 然後 特別是 我想要知道的是 people.tl 這個網均裡面 有一個管理者嗎 謝謝 有人叫做 TWNIC 然後 TWNIC 剛好也是 莫達恰恰的法人 他現在在NCC 本來就在交通部 那我想請問 所以說他是一個 參算法人 而不是自然人 對 然後他的運作方式 也是 Internet 1的一部分 就是說 並不是說我們自己 發明的NIC 的這個概念 是全世界都有很多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那 就是概念上面 就是 每一個網址 他可以有他自己的 Government Structure .org 是一個 Government Structure .com 是一個 等等 那我們這些 CCTLD TW 又是一個 那這些他都是 就是因為誰也沒有辦法 就是 全面禁止誰 所以都是我剛剛講說 Consensus Making 在作用 那所以 這是有整套學問 叫Internet Governance 那去問說 Doc Amazon 到底是 一片羽林可以使用 還是 一家賣書 現在都在賣書的公司 在使用 對吧 那就是說 這些題目都是 very political 那在他們解決後的 一個問題的方式 並不是 Utile Higher Authority 就是 不是一路到 就是 什麼聯合國 或者是 國立法制的 什麼總裁 去還給他解決 還是去哪裡解決 那而是 他們自己去設定一套 就是Multi-cycle 的mechanism 他 有不同的seat 每個seat 從不同的社群過來 那每個社群的 在學參與者 因為他radically transparent 所以 我們講的每句話 都會學到 那 那 而且他是任何者 如果沒有帳號 那你就有VOICE 你就有發言權 那 你的發言多了 那不管你是 Engineering Task Force Research Task Force 還是怎麼樣 你就會變成Editor 所以 他是一種比較理想的 就是meritocracy 那但是當然 裡面也有 就是不見地一場之處 然後比想說 對於英文的書面 書面語的那個要求 就非常強 對 那如果你就是 完全不會 因為書面語的話 說實在是智慧的 但是 總是現在因為 經濟翻譯什麼 那也許 以後稍微好一點 但是就是盡可能 他會 促進於 趨近於說 任何的爭端 能夠即時在最靠近 他的那一層去解決 所以 關於 到com.tw的成端 就不需要來 到tw解決 到gov.tw的成端 就不需要到tw解決 到gov.tw的成端 moda.gov.tw的成端 就在moda這層 就可以解決 所以 你們一個點 其實就是一個 就代理給過的 當然 那所以概念 就是網域的概念 是在 所以 回到這個想像的共同題 但當然它是想像的共同題 沒有問題 只是說 比起純粹的hashtag 純粹的這一種 它還是有更多的 我覺得 共同經驗的這種性質 也就是說 當我們的時間 越來越多 花在 由網際網路的規則 所決定的東西上 我們的時間 就 越來越進入那個 ture station 那所以在這裡面 大家共同經歷過的事情 共同 看過的 即時的佔領 和直播 什麼之類的 那段 就不是想像的 你可以說 那段時間 我們已經 神有待遇 那就 大家都到那個 那個位置去了 那如果 在場就是有 沈溺於這個 多人網路的遊戲的話 應該知道 我還講什麼 你會覺得 那不是純想像的共同題 因為 你有一些有意義的經驗 而這些有意義的經驗 真的有意義的自然人 而不是BOT 在跟你共同的經歷 那所以 這些我覺得 慢慢隨隨 我們花在裡面的時間 就是多到一個程度 大概也不會跟外面的 這種實體的共同體 有太多的分別 就這個辦法 會變得比較模糊 就是如果我們在 台灣的這個 營造出一種 代價共同體的感覺 我覺得像 紐西蘭在他們的防疫早期 就說 台灣 當時還叫SARS 當時就是 傑森達說 台灣怎麼做 我就怎麼做 那 所以這時候 我跟紐西蘭 從那一刻開始 我們就有一個 不是只是想像的共同心 雖然理論上 我們指揮中心指揮不到他們 他們的指揮中心 也指揮不到我們 但是我在國際上面 或在那個 就是在New Local 在英國的一個 Social site的一個大會上 那 那個主持人問我們說 常常大家都說 這個 台灣是不同文化權啊 什麼之類的 你們這一套 這個在英國很難實行啊 那 因為他們現在都是 防疫 就是到一個程度之後 我們要準備下次了 大的疫情 那如果對台灣 model有這種 resistance的話 那請問你要怎麼 訓練他 我就說 你如果還是 New Zealand model的話 應該就是 完全一樣的東西 那我拼命有什麼 Ego啊 你不把他叫 很漂亮嗎 對 但是這個是真的 就是說 那這樣的話 以這一套防疫的方法 希望我們接下來 幾個月也可以像 紐西蘭這樣 非常平安下撞 那這樣假設我們 就是這樣平安下撞的話 那我們的體驗 跟紐西蘭人的體驗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接近 那這個時候就是 不是仔細想像的共同體 他可以在這個基礎上面說 那我們以這種 實際的共同體 我們未來再來 解決什麼別的問題吧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以想像開始 但是他最後是到 就是 community of compliance 就是有共同的 價值的社群 希望能夠進行 所以我們可以進行 我們可以進行 我們可以進行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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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 您好 我是電視部主的余婷 我想問一件 比較暖氣的問題 因為您對我來說 一直有一個很神秘的色彩 那我想請問一句 您平時都是 透過哪些管道 或是哪些土 進來攝取這些新知識 那另外想要請您分享 就是您最有興趣的 一個新興的議題 就是一個 一個詞題來跟我分享 謝謝 謝謝 怎麼收集這些知識 大概就是靠這個 slider的演講 就是靠大家的提問 來知道收入那些 不足之處 那我在當上任的時候 常常被問到 就是我問說這個 大家都發展戀愛 我們國家的戀愛 社群跟別人什麼不一樣 為什麼把戀愛台灣 什麼都找不到 我就被問到 那是2017年 我去西湖的時候的事情 但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有什麼面子問題 所以我就說 對 現在答不出來 不過我們很快會答得出來 所以就是拿 我被問到的那些題目 我自己去做research 那當然現在 我們也有加入 志工道德的一些夥伴 像我們有專家 再去DIR等等 那所以當然現在 你如果打離開台灣 應該就是 離開到台灣 就一旦TW 台灣的GEOD 打TW 感謝外長 我都很熱情贊助 所以我們 當時 就發現說 本來的網域 都是一些 就是部會的網域 所以美隊 就是不是MOST 就是MOEA 但是如果是外國人 他根本就 不associate這些 到台灣政府 這是很困難的 每個縮寫到底 這是什麼意思 那 當時就發現說 就一定 國產4有個台灣GEOD TW的網域 非常好用 所以 不管是AI大台灣 或者是CYLD CI大台灣 社群的北群 SI大TW 等等等等 這種一夜式的 傳避我們的價值 然後最後再聯盟 都不會的 感覺上 就很適合 用國產4 所以 因為用的太順手了 所以之後 口罩市民支援 IN QR code 系列 都跑去用EMASK 給台灣 那個跟國產 好像毫無關聯 在此之前 不過當時有時間壓力 總之 意思是說 這個這樣的想法 大概都是在這個 slide的問的人 的問題 後面有一個 assumption 而我發現是 這個商品很合理 但是for some reason 我們一直都沒有想到這一點 所以這個主要是我去做 不管是research or development的這個動力 所以也可以說 其實我並沒有自己 廢做什麼補課 我是完全忘了說的 就是大家按讚 覺得重要的事情 那我就來了解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 那你們第二個問題 是說 最近就是比較感興趣的題目 然後正在看的題目 我最近當然就是在 多元宇宙 就是 而且 最近好像有部電影 我們沒有去看 其實是關鍵字相同 耶 關鍵宇宙 這件事情是 是蠻感興趣的 那主要原因也是因為 好像大家對於 Metaverse 會不會重蹈覆轍它 就是Facebook 好像本來只是 剝奪大家言論自由 但是 當你成為Network 進入Metaverse 它可以剝奪你行動自由 所以這場 憲法裡面的那種 就是移動 然後去住 講學歷行什麼之類之類的 那因為我們本來 二維的螢幕上面 大家都會出打個字 其實Exercise 其實其中部分的自由 但是如果我們時間 多畫在裡面的話 那很快別的相關的自由 也都很容易被獲得了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警訓 就是說 在其他的國家 因為他們真的老當 真的關在房間裡 哪裏都不能去 所以真的 就是什麼都也沒有好 所以怎麼樣的情況 就是就算他的日子 或許很差 或者沒有什麼資安 或者是等於什麼怎麼樣 但是就是大家關到它 所以覺得說 就是任何情況的社交都 也沒有社交辦法 那我們連到牛西蘭里達 我們是有這個語譽 我們是 Cave for the truth 因為我們真的不行 那我們就大家見個面 我們還是可以見個面的 對 所以當我們在發展 就是所謂的 多重的圓宇宙 就是多圓宇宙的時候 那我剛剛講的這種 分散式的自己價格 自己設定 動用的不要回覆 你們常常綁架的 分散式的開業的 Web3的等等等等 那我覺得這個在台灣的 audience 是特別強 那 at some point 那其實各國現在都沒有在發展 除了 payment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說 幾乎都沒有在發展 對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那我們的這個 我覺得接下來是 它有可違 那就不必有一種 像他們之前 最方式被或被數為專型 而且比較多自願的數為專型 這件事情 所以是花蠻多時間 在看這種分散 或者是 所謂的多餘 就和大家有問題 這些東西 希望大家見個問題 好 那我們時間也到了 其實今天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為您 謝謝